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周深和纳英的旧事被重新提起 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好声音被纳英抛弃 让人们感到痛恨 周深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 讲述了他和纳英之间的矛盾 这篇长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两位歌手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背景下 他们在中国好声音中更是备受关注 韩红在评价罗沙海事时突然泪流满面 也让人们感到非常意外 韩红是一位实力派歌手 他的音乐才华和演唱实力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然而在评价罗沙海事时 他却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泪流满面 事实上 刀狼罗沙海事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 可能是因为这首歌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经历 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原来李克勤没有说谎 李克勤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自己最喜欢的歌手是刀狼 他还表示自己非常欣赏刀狼的演唱实力和音乐才华 然而有些人认为李克勤在说谎 因为他在我们的歌中合作时 李克勤的表现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水平 然而这些事件的表明 李克勤并没有说谎 他确实非常的欣赏纳英的音乐才华 韩红在评价罗沙海事的时候 泪流满面以及李克勤的言论都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音乐世界中的各种事件和人物 红极时的纳英为何现在成了笑话盘点纳英的过往 因为刀狼的一首罗沙海事娱乐圈中的四位歌手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而受到最大影响的当属纳英 娱乐圈大姐大不好惹心直口快的纳英 在50多岁的年纪感受到了网友的威力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纳英的评论区已经达到了500多万了 歌曲中的狗狗营本事苍蝇狗狗是最脏乱不堪的地方 那些怀抱着音乐包袱的人 本以为自己已经是过了层层选拔就能改变人生 其实只是到了一个利欲横流的愤横 狗狗营中的马虎那幼鸟 拿扇子的公公何秋等人互相吹捧 排挤他人为说话先转定 疑似是在暗讽歌手纳英杨坤等人 那么红纪一时的纳英为何会落入如今地步呢 为何会被众多正义感爆棚的网友如此对待呢 其实提起纳英 众网友并不陌生 因为他为大家带来不少经典歌曲 1967年 他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省河区 1988年 因参加青年歌手大赛被古剑分赏识 并且成为他的学生 也因为一首《山沟沟》被观众熟知 1998年 央视春晚纳英和王妃同台登上春晚 一同演唱了由尽数增作词 稍白作曲的《相约1998》 让纳英彻底的进入了事业的巅峰 成名后的纳英区做了很多败坏路人员的事 首先就是纳英为何会和刀狼有矛盾呢 这就要说起2010年当时的音乐风云榜 10年盛典正在评选华语乐坛10年影响力歌手 当时刀狼被提名了 但是作为评委会主席的纳英却表示还需要商量 因为在纳英看来 入选应该有三方面的标准 音乐性 贡献力和市场 他认为刀狼的歌虽然销量高 可是没有审美 他不具备审美观点 纳英说道 如果说在奥运会上想要等着看他和刘欢 我一定是更想看刘欢的 而刀狼在得知消息后表示不想介入这个纷争 最终那一年刀狼没有参加典礼 也没有进入10年影响力歌手 那么为何纳英如此不喜欢刀狼呢 其实纳英不喜欢刀狼的核心原因啊 主流审美和老百姓审美的割裂 刀狼代表老百姓娱乐需求市场的购买力 干翻了纳英代表的上流专业市场 并且产生了现象级的传播 纳英高高在上的认为 他的音乐才是高雅主流音乐 而刀狼的音乐属于是农民音乐 低俗不具有审美性 此观点一出 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网友们瞬间不满 什么是农民音乐 农民音乐又为何低俗 纳英却被网友骂惨了 可以说是败光了很大的路人员 2013年纳英成为了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导师 也就是在好声音舞台上 让他的口碑迅速崩塌 原因是在比赛时有个叫姚贝娜的选手 非常的优秀 无论是基础还是歌声都是无可挑剔的 因此姚贝娜也成了当年的黑马闯进了决赛 当所有人都认为姚贝娜会成为那一届好声音的冠军时 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却意外的淘汰了 淘汰的原因是因为选歌的问题 姚贝娜本身是选了一首适合自己的歌曲的 但是却被导师纳英拿过去给了选手轩轩 纳英又重新的给他选择了一首十分不擅长 且难度超高的英文歌 唱一首自己不擅长的歌曲 他是非常抗拒的 但因为纳英是导师 又执意让他试试 结果就是姚贝娜被自己实力弱很多的轩轩给淘汰掉了 虽然姚贝娜被纳英淘汰了 但是自己的心土依然璀璨 但很不幸的是 正当姚贝娜在音乐之路上发光发热时 姚贝娜最终因为乳腺癌去世了 而当时纳英的微博也随之成为了众多网友的讨伐之地 说他欠姚贝娜一个冠军 而经过这次好生意事件之后 纳英却因为好生意再次败光路人员 当时的周深还没有出名 为了能够站在舞台上唱歌 就报名了这档节目 周深的演唱获得了在场观众的一支好评 纳英也不例外和周深双向奔赴 两人组成一队 而在后面的比赛中 周深和在同队的队友李维同台PK的时候 爆发出了惊人的实力 在周深表演完之后 台上的掌声一直都没有停过 在大家觉得周深稳赢的时候 导师纳英在拥有最后一票决定权时 竟然选择了淘汰 拥有实力天赋的周深选择了李维 他觉得李维的长相帅气 歌声也不错 虽然没有周深厉害 但是综合实力不错 所以他选择了李维 这一下让网友愤怒了 这到底是好身影还是选秀 然而被淘汰的周深 现在凭借着一首大鱼 在乐坛站稳了脚跟 而当时的被纳英留下的李维 却不温不火 消失在大众视野 这算不算打了当时纳英的脸 还有就是曾经充满热议的 纳英走后门抢走田正的奖项 当时纳英和田正二人在竞争 一项奖项 纳英由于准备的不够充分 在舞台上的演唱 没有达到原本想要的效果 反观田正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在舞台上发挥了最后的实力 就在大家都以为冠军属于田正时 主办方去把冠军颁给了纳英 这是田正才知道 原来自己就是来陪跑的 颁奖典礼还没有结束 田正就离开了现场 至此之后 田正和纳英也是彻底决恋 本该是天后实力唱将的 女歌手纳英宏吉一时 却因为种种办人员的行为 导致成如今的局面 也可谓是令人叹息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